甩甩手扭扭腰活动活动筋骨 长辈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各项体势能运动 随着年纪增长 身体脂肪增加 肌肉减少 要是养分摄取不足 会加速肌少症的情况 但现在只要到医院 针对肌肉质量 力量和体能表现进行评估 就能开立个别化居家运动处方 以强化骨四头肌为例 在健身房会以坐姿腿伸肌 腿部推举器械进行训练 当然也可以选择居家运动 最常采用的方式是深蹲练习 或运用水瓶 椅子 阶梯及弹力带等 随手可得的物品 增加重量及阻力提升强度 长者除了在运动前 先取得医师许可外 建议训练也要在专业教练的 个别化评估 拟定训练计划 与现场指导下执行 另外再搭配均衡饮食 摄取优质蛋白质 都会对姬少镇有明显改善作用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到